三月到来后,明星艺人的行程也变得多起来了,从新戏拍摄到各大直播活动,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 而在昨日的妇女节,古丽娜扎、杨子等多位女星都参与了相关品牌的直播活动,从中发到造型都无不深深吸引观众和网友的注意。 其中,古丽娜扎以一席淡紫色薄纱长裙亮相,脖肩以超大蝴蝶结装饰,整个仙气飘飘好迷人,在波光凌云的灯光照耀下,肤色白皙嫩,仿佛会发光的一样,好精致吸睛,宛如洋娃娃,果然在造型方面,古丽娜扎就没让大家失望过,总能呈现出高级又时尚的感觉,非常难得。 有人或许觉得,这是精修过后的,所以很完美,但从粉丝杰出的直播动图能看到,整体模样相差无几,尤其肩颈线,太绝了,哪个女生看了不羡慕,而且状态很灵动,是初恋的感觉,感觉用再多的修饰词也形容不出来。 另外一边,杨子的穿搭也是略带仙气的,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刘海,万年不变的,完全把她的美貌给盖住了一半,感觉要换个造型师了,这妆发凸显得有些不够大气高级,不过整体效果来看,身上的一席纱裙倒是拉分不少,显得身形高挑纤细,独具少女感,包括直播生涂的状态也在线,笑容一如既往的开朗治愈,非常甜,看得人心情都好了。 相比其他女性干扁扁的身材,杨子这样略带婴儿肥的,有点肉肉的,更加迷人,总而言之,古力骂扎和杨子这两位的造型,都挺凸显他们各自的魅力,既有成熟的气质,也有少女的灵动,感觉都看不厌。